那剛剛我們都問到比較多的是 核能發電廠的安全還有管理的問題 那我想說核能發電現在好像 我們這個誘的發電是現在 可能效率最高最好的一個能源 那我想說未來在它這個發電的原理 可不可以說變成比較小型的發電的方式 因為我們現在知道的可能就是 發電廠它可能變成說行動是像 汽車還是飛機的能源是智能有可能嗎 沒有 答案是沒有的 答案是不太好的 學長回答完以後呢 再給一個同學從上課到現在都沒有問過人優先 好 很快的回答問題 問題其實很好 這個叫做economic scale 從經濟上來講的話 核電廠越大越賺錢 OK 所以小核電廠它不賺錢的 所以現在 新的能源它的發電量其實是蠻大的 所以核四發電量算夠大 現在新的電單都是160年 它是比較賺錢 因為核電還產這麼多廢料 我如果管理一個電廠的核廢料就夠了 電量是六個電廠的六倍 但是你六個電廠有那麼多放射性的外洩問題 管理上等等等等的 太多成本上算在一起 是不可理解效應 但是最後一個問題 好 現在最後一個問題 我要